金针菇你可别老涮火锅或者烤着吃了 今天大鹏就分享金针菇的另一种做法 蒜香浓郁 鲜香味美 可好吃了 首先准备新鲜的金针菇 切去根部 然后再横切几刀 竖切几刀 用手一搓就开了 收入洗菜盆中 冲洗干净 再准备一把粉丝 倒入开水浸泡五分钟 然后捞出 最后剪成您喜欢的长短 再准备两根火腿肠切成丝 也可以不放 然后盘里先铺上一层粉丝 再铺上火腿丝 最后马上金针菇 要想让金针菇好吃 这个蒜蓉酱是关键 准备一头大蒜和三个小米椒 全部放入拉蒜器中 给它拉碎 有了这个既省时又省力 然后倒入碗中 再加入一点点的盐 一小勺白糖 一小勺蚝油 用筷子浇匀 之后喷一勺热油 炸出蒜香味 再次搅匀 然后把这个蒜蓉酱铺在金针菇上 放入蒸锅内 水开即使蒸八分钟 出锅后再撒上迷人的小虫花 淋入半勺蒸鱼止油 最后热油这么一泼 光看这麦香我就忍不住流口水了 蒜香味美 麻辣适中 真的老好吃了 不信你也试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